就如果你爱的人 你都不够尊重他 那在你的周围 是没有人会尊重他的 他最后就会按你想象的一个方式 一直下滑下去 说白了 他就按你想象的那样 把自己塑造成那样 所以你们俩是不是适合 我还真的不知道 没有办法去劝阻一个人 爱另一个人 或者你去劝阻一个人 不爱一个人 但是你要想清楚 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不合适 何必耽误那么好的大好青春呢 拖的时间越久 人家越黏着你了 剩下事你们自己来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金乐宝长知识了 爱的记忆箱 来 请开箱 这是您用的那脸盆 对 就可能说 这个脸盆对于我来说有点故事 我就希望我这个脸盆可以告诉他 说我你要需要讲究卫生 多洗洗袜子 那是什么呀 小伙子 火香蒸汽水 干啥的呀 泄火的 第一回这不是他生气了吗 然后我就跑到他们所有楼下去等他 去哄他 当时已经吵到闹分手的地步了 我就去挽留啊 在那个楼下待了一上午 当时正好是夏天挺热的 我呢 就是一身黑嘛 当时也 其实也真是改中暑了 然后从我老大一头看得都心疼了 就拿给我拿了这个 就是 我就想说我对你 其实我对你想给你很多 就我不会去表达 其实我对你这份感情 真的一点不浅 只是我不会去 跟他们别人那样去做 去说 没了 好 行吧 自己感受一下吧 两位请回吧